區議員宣誓條例刊憲後 有多個區議員退出政黨 被問要如何爭取符合區議員資格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 當局仍要釐清宣誓工作 和宣誓不當的法律後果要如何執行 爭取未來一個月內 完成區議員宣誓的安排 他是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 現在在法律上已經有負面清單和正面清單 所以每一個人就要看下 自己有沒有犯到在負面清單裡面的行為 從而可能影響他的宣誓 是否被監製人視為有效